在宜兰的海边,一位渔夫的网里捞出了一件西式珍宝,一只活生生的龙宫被。 这种罕见美丽的生物,也被称为活化时,它的出现令人惊叹。 它的背壳上装饰着复杂的花纹和鲜艳的色彩,暗示着海浪下隐藏着的奇迹。 这只稀有蝸牛的发现引起了一阵兴奋,很快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 捕获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了收藏家和爱好者的注意。 它们渴望拥有如此罕见的四色宝贝。 这只蝸牛是大洋生物多洋性的证明,它发现自己身处一场竞标战的中心。 它的最终售价高达16万新台币,反映出人们对这种独特难以捉摸的生物的高度重视。 这只龙宫被的发现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它还揭示了海洋生态系统的丰富多样性。 这种生物通常生活在深海中,极少被人类发现。 它的存在提醒我们,海洋中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探索。 这只蝸牛的美丽和稀有性使它成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 它们希望通过研究种生物来了解更多。 关于海洋生态系统的信息, 龙宫被的发现也引发了对海洋保护的关注。 随着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大, 保护这些珍稀生物变得越来越重要。 科学家们呼吁加强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 以确保这些生物能够继续生存和繁衍。 这只龙宫被的故事提醒我们, 海洋中仍然有许多奇迹等待我们去发现和保护。 最终,这只龙宫被渔夫释放回了大海, 让他回到自己的家园。 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 也提醒我们,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随着这只龙宫被重新回到海洋深处, 他的故事将继续激励我们去探索和保护这片神秘的蓝色世界。 出人意料的是,选择匿名的买家并没有购买龙宫被用于个人收藏或展示。 相反,他们做出了将蜗牛送回其自然栖息地的非凡决定。 这种出于对海洋及其居民的深深敬意的保护行为, 充分说明了买家的价值观。 将蜗牛放回大海的决定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和支持。 这有力的提醒人们,生物的价值远远超过其金钱价值。 买家的行为引发了一场关于优先考虑生态福祉而非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的讨论。 作为知识和保护的灯塔, 国立台湾博物馆赞扬了买家的决定。 他们强调了尊重自然栖息地和避免破坏生态系统微妙平衡的重要性。 博物馆的声明是一项行动呼吁, 敦促个人考虑他们的选择对生态环境的更广泛影响。 博物馆强调了所有生物的相互关联性, 强调一个物种的福祉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密不可分。 他们强调了负责任的野生动物接触的重要性, 鼓励、观察和欣赏,而不是捕捉或干扰。 捕获这只神奇生物的渔夫林先生分享了他对这次经历的看法。 他承认了这种罕见发现的经济意义, 特别是对于那些依靠海洋谋生的人来说。 然而,他也表达了对在经济追求和生态责任之间取得平衡的需求的深刻理解。 林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渔民, 在广阔的海域拥有多年经验。 他亲眼目睹了过度捕捞和栖息地破坏的影响。 他知道海洋的长期健康和他自己的身体取决于负责任的捕捞方式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第五部分,商业与保育的微妙平衡。 龙公辈的故事凸显了商业与保育之间复杂的交集。 他强调需要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既能促进经济繁荣, 又能保护我们星球的自然遗产。 这种平衡需要仔细考虑,公开对话,以及致力于找到共同点。 找到这种平衡需要多方面的措施。 他包括实施负责任的捕捞法规,推广可持续的随产养殖方式, 以及支持研究和保护工作。 他还需要提高消费者对做出环保选择的重要性的认识。 第六部分,博物馆作为知识的守护者。 博物馆通过充当知识和教育的保库, 在促进保护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提供了对自然世界的宝贵见解, 培养了对生物多样性的欣赏, 并激励人们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星球。 通过引人入胜的展览,教育项目和科学研究, 博物馆是个人能够成为环境的管理者。 博物馆是科学界和公众之间的桥梁。 他们将复杂的科学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 使所有年龄和背景的人都能理解和参与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 博物馆不仅仅是展示文物和标本的地方, 他们还是活生生的教育中心。 这些机构通过举办讲座、工作坊和互动活动, 让访客能够亲身体验和学习。 例如,海洋生物展览不仅展示了各种海洋生物, 还通过多媒体展示和实验室活动, 让人们了解海洋生态系统的运作。 此外, 博物馆还与学校和社区组织合作, 提供专门设计的教育计划, 让年轻一代从小就树立环保意识。 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们也在背后默默耕耘, 进行着重要的科学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自然世界的理解, 还为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总之, 博物馆作为知识的守护者, 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了环境保护和教育, 成为了我们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七部分, 教育和意识的价值。 教育和意识对于培养对我们星球的责任感至关重要。 通过了解生态系统的相互关联性和人类行为的影响, 个人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 为更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 学校、社区和媒体都在传播知识和促进环境素养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环境教育使个人能够成为变革的推动者。 他灌溯了对自然世界的惊奇和欣赏之情, 培养了为子孙后代保护和保存自然世界的愿望。 第八部分, 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找到和谐。 龙公辈的故事有力地提醒我们, 我们与自然的互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强调需要以谨慎和尊重的方式与自然世界互动, 认识到我们是脆弱的生命网络的一部分。 通过拥抱可持续的做法和优先考虑保护, 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星球的健康和福祉, 造福子孙后代, 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找到和谐需要转变观念。 他包括认识到所有生物的内在价值, 并理解我们是更大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他还需要对我们的行为及其对自然世界的影响承担责任。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日常的选择到长期的计划,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可以积累成巨大的改变。 比如,选择使用可再生能源, 减少塑料使用,支持本地农业,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具体步骤。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推动环保政策,教育下一代关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更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找到与自然的和谐, 意味着我们要学会与自然共生, 而不是征服自然。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第九部分, 龙公被充满希望的未来。 将龙公被放回大海, 为这种稀有美丽生物的未来带来了一线希望。 它证明了人类同情的力量和积极变革的权力。 通过继续优先考虑保护工作, 支持可持续的做法和教育后代, 我们可以确保自然世界的奇迹在未来几年继续激励和惊叹我们。 龙公被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是小小的善举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它鼓励我们以尊重、谦逊和对所有生物相互关联性的深刻欣赏, 来处理我们与自然世界的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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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